何润东自爆无仇演出为了翻墙豁出去了。 TVBS翻墙的记忆上周六首播第一集,29岁到35岁女性族群最高收视冲到0.54的好成绩。 导演何润东首次制作、编剧、演员、导演四只全包,除了在戏里表现不俗外,外加大量启用吴念轩、张廷虎等年轻演员,鲜肉成群,更证明了何润东精准地抓住了青熟女族群。 何润东也坦言在首播前很紧绷,睡不好,甚至在播出的倒数时刻频频看表,紧张之情不言而喻。 为了指导翻墙的记忆,何润东不止推掉了换算近2000万的活动与邀约,甚至将自己在剧中的演员费与导演费捐出,加上自掏腰包1000万投入本剧,不仅无仇演出还倒贴,完全贵了翻墙的记忆豁出去了。 但付出还是有回报,不少网友大赞画面很唯美,美术很强,像拍电影一般的高规格,跟美国影集一样的质感等加评,也更让人期待接下来的剧情发展。 首集播出的张庭湖PK和润东压首罢片段,不仅在PTG上引爆网友讨论,大赞张庭湖饰演的一封太帅了,迷到兼容化无数个少女心。 另一方面,由宋伟恩饰演坏学生饰演老猴,因为是坏得太逼真,更让一片网友直呼老猴超讨厌,好欠揍,看到老猴就怕。 年轻演员表现亮眼,也让网友佩服P道和润东的悬角功力。